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写了巴尔等舟和喝舟两部分 想写等舟略写喝舟 那在等舟这部分 想写了巴尔的哪几件事呢 还记得吗 来读一读 看长舟 谈分舟 看小舟和 看主舟 那巴尔在等待这一锅甜甜腻腻的辣辣粥时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作者又是如何详写巴尔等舟的内容的呢 先来走进巴尔盼长舟这部分吧 莫读二到八载段 找找文中描写巴尔半长舟的句子 想想这个描写的好处 想想这个描写的好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同学们 都找好了吧 我们来交流 我们来交流 同学们 都找好了 同学们 都找好了 找到这句了吗?读读这句 哪个字在表达巴尔的情感呀? 你一定找到了,就是洗 文周说,巴尔洗得快要发疯了 这是他心情的真实写照了 联系生活,说说你在什么时候会这么欢喜? 嗯,都是些令人高兴的事 而巴尔心想着家里正熬着美味喇叭粥呢 他该多激动呀! 请你试着读出巴尔的那份喜悦和激动 读 读得真不错 接下来看看这句 通过这个进进出出,你看出了什么呢? 是的,巴尔反反复复不停地进出的动作 可以看出呀,他已经是期待已久了 现在,假设你就是巴尔,我们来模拟一下那个场景吧 我是妈妈,你是巴尔 巴尔呀,你进造房干什么呀? 哦,原来是想喝粥 还要煮段时间呢,去屋外玩活吧 巴尔呀,没出去多久,又进来做什么呢? 就为了看看粥呀,还没这么快 哎呀,刚出去,你怎么又进来了呀? 似的巴尔呀 还开始准备起来玩展呢 就是想要早点吃到粥吧 是的,巴尔呀,就是这样急切盼着 我们一块来读读她的这份期待吧 读 来,你找到了她和妈妈的这段对话吗 来听一下她们的对话 妈,妈,要到什么时候才 要到夜里 其实,她妈妈所说的夜里并不是上灯以后 但巴尔听了这种松茎的话 眼睛可急红了 屋中的粥,有声无力的叹气 还在继续 那我饿了 巴尔要哭的样子 饿了,也得到太阳落下时才准吃 听出来了吗 巴尔连叫两声妈妈 说明巴尔很焦急 听到妈妈说要到夜里才能吃到粥 她眼睛都急红了 还叫起饿来 请看这句 那我饿了 你觉得巴尔是真饿了吗 当然不是 那是巴尔急于喝粥 却又不得喝上 在撒娇耍耐呢 一个蜡子 流露出她那点小情绪 你来学着她 说说这句吧 注意把蜡子脱长阴毒 更能展现出她的少赖劲 我们一起来读读这句吧 那我饿了 你看这样一个撒娇的孩子形象就出来了 像这样的语言描写 提醒了巴尔很想喝粥 再看看下面哪些词句也能看出巴尔缠样呢 眼睛可急红了 要哭的样子 这些神态描写 也写出了巴尔的交集 是啊 请你连起来读读 二到八仔的 注意读出巴尔的蜡样啊 一起读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这个目的龙角 你们的读 让老师将毅复看到那个馋嘴的巴尔了 刚刚我们抓住了巴尔,动作,语言,神态等描写 找到了巴尔急于常众的具体表现 感受到了巴尔的产量 下面就请同学们也运用这样的方法 自主来学习,谈分周,猜想周,看主周几个小事例 继续来体会巴尔的产量 先读一读九到十七自然段 找一找哪些词句也能感受到巴尔的产量 待会儿来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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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后面这儿还有个省略号 如果让它有第三次分舟计划的话 你觉得它想怎么分? 要不然,我吃四碗,你就吃两碗 如果还有一次计划的话 估计它还得要给自己再多加几碗呢? 它会说,要不然,我吃四碗半 你就只吃一碗半 这个巴尔可真会讨价还价,得寸进尺 贪吃惨嘴的形象,那是被写得栩栩如生 让人忍俊不惊 我们来分角色读读吧 你是巴尔,注意读出它的禅样哦 我是妈妈 大尔说 是呀,娜娜说得对 同学们读得真好 我们接着来交流 这句你找到了吗? 读一读 你体会到了什么呢? 你体会到了什么呢? 是呀,看不到造的巴尔此时竟然还想象起周的模样和滋味来了 可见它有多馋呢? 别人是化品充机 它倒好,来了个享周解馋 我们来听读 我们来听读想象下阿尔想透视的模样吧 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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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咱们来看这语句 你画到了吗? 看,图中被抱起来的包儿什么样? 那小嘴是笑开了花,满脸尽是喜悦呢 你看,就算暂时吃不到粥,抱他看上几眼也是好的 怕的蝉羊被表露得淋漓尽致 我们一块儿来读读吧! 你们的读让我感受到了花儿的蝉羊了,那么的迫不及待 通过刚才的交流,我们知道 作者正是按照看长舟、谈分舟、猜想舟和看主舟 这样的层次通过对巴尔的动作、神态以及和妈妈的对话描写 把巴尔等舟的这部分写得非常详细 巴尔蝉羊也就跃然直上了 想写完了等舟之后,作者又是如何略写《喝舟》这部分的呢? 我们一块儿来默读十八、十九两个自然段 看看你有什么感受 读好了,说说你的感受吧! 是呀!通过动作描写 比喻的手法 以及桌上那半碗沉腊肉的侧面描写 我们马上体会到了巴尔和家人是个心满意足 他们的家庭生活温馨和睦 想想看,作者为什么没有具体写《喝舟》 而是描写了喝完舟后的结果呢? 嗯,这样写,让人仿佛已看到了一家人喝舟时的香甜和满足了 使我们的结尾更有余味 显示出作者的降心独运 《喝舟》这部分内容,作者仅仅用了三十余字 聊聊寿雨就粗笔勾勒出了喇叭粥的好滋味 想一想,作者这样略写《喝舟》而想写《等舟》,有怎样的好处呀? 《等舟》 《等舟》 满足了心里的渴望,延长了开心的感觉》 《喝舟》满足了胃的需要 文章将《等舟》详写》 这样呢,可以更突出 舟给人带来的美味和心里的气派 也符合熬粥的长时间状态 全文萦绕着一种幸福而悠长的滋味 这滋味在字里行间里,鸟鸟声通 文章有详,有乐 这样更加的突出中心 这种幸福悠长的滋味 就藏在课文的字里行间 本文选字小说《腊八粥》的前半部分 全文围绕巴尔和妈妈熬煮腊八粥 以及和一家人一起喝腊八粥的经过 展现出一幅淳朴和睦的图景 那你想知道原文后面写了什么吗? 我们来看紧接着的一段对话 自己读读吧 读完了吗? 说出自己的感受 是呀 从一些关键的词句中 我们仿佛看到了这样 其乐融融的一家子 腊八粥是沈从文念念不忘的味道 那是他家乡的味道 沈从文22岁离开家乡 对家乡的思念 时刻萦绕于心 他曾这样说过 这世上 会有人想在沙基上建造楼阁 但我却只想用石头 造一座切实的小庙 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一锅美味的腊八粥 一个天真可爱的巴尔 一家子淳朴和睦的人们 这一个个意象 都寄托着沈从文所要供奉的人性之美 相愁之美 生命之美 这周味 情味 人味 都融于他的笔下 不愧为名家名偏 请看冰心的腊八粥 蕴含对母亲最深的怀念 我们一块来看看吧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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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后,你们可以去品读下不同名家笔下的腊八粥和粥里的各种滋味 好,这节课上到这儿,下课